南韩南新普修红 在惨遭亲哥哥骗光彩惨后 生活处境就相当困难 索性妻子以及许多好友 一直不离不弃地陪伴她 其中国名MC刘再席就是她多年挚友 近日普修红登上节目时透露 刘再席在她结婚时 所赠送的结婚礼金金 而让她感到非常震惊 无奈地表示刘再席简直就是个疯子 间接透露刘再席给了非常大笔的红包 她确认金额后感到有些负担 便询问对方为何这样 拿着刘再席只是淡淡地表示 因为普修红也对她很好 此外她还透露在刘再席得知 自己的房子是月租时 不要帮她付保证金 在普修红多次婉拒之后 对方依旧不放弃地表示 不需要对此感到负担 让普修红感动地表示 年轻时刘再席还只是个孩子 没想到现在反而让她来照顾 一个比她年长的哥哥 两人的友谊令人动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